第131集 顾不得尊卑,奶娘叫着薛珍的名字 哎呀,真姐儿,你可得想清楚啊 我想得很清楚,宁可便宜外人,我也不能便宜宁心 薛珍咬了咬牙 奶娘说得对,我的东西绝不能让宁心把玩 奶娘的身体晃了晃,眼看着薛珍让人变卖嫁妆 她的心底在气血,百家,太百家了 本来一百万两就能搞定,可是现在风风火火的卖珍藏 薛珍的损失已经到了一百二十万两 奶娘狠狠给了自己一记耳光 多嘴,让你多嘴 本着宁可让外人占便宜,也不能便宜宁心的心态 薛珍开始变卖田产,店铺 这些虽然现在看来不是很值钱 将来必然会升值的产业 虽然当初薛珍购买过来的时候花费不多 可是这些产业是个明白人都不会此时出售 谁都知道产业会升值 可此时薛珍顾不得这些了 卖,换成银子,砸死你心 老奴也想被银子砸死 奶娘恍神地念叨着 你是什么 薛珍看奶娘神色恍惚,她叹息 奶娘,我能让长公主家财丰富,现在这点困境算什么 我还有好多商道,这点银子很容易赚回来的 这就是两世为人的优势了 论起暴力,敛财,薛珍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太后娘娘催促王家还债的意志 很多人都知道,昭容县主变卖嫁妆 惊呆了满京城的贵咒 太后听说后半赏不言 见过傻的还没见过像薛珍这么傻的 也有很多落魄的贵咒垂胸顿足 早知道薛珍这么想做贤妻,他们当年加把劲儿娶了薛珍多好 庆林长公主在病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她气得吐血半生 当年差一点搬空了长公主府给薛珍购置嫁妆 可是此时都便宜了宁心 败家也没有这么败的,薛珍你怎么不找我 就算是她同太后关系冷淡 但总是太后的亲生女儿 庆林长公主拼着面子去慈宁宫贵请 太后也总会给王家留些情面 再不计也轮不到薛珍变卖嫁妆 这明显是王家的事儿 退一万步想,薛珍不得不出银子 但也用不上薛珍的全副嫁妆啊 烂船还有三金钉,王家再怎么也不会一文钱都没有 庆林长公主拍着床榻,脸色铁青 把薛珍叫回来,把她给我叫来 回公主,县主说人要有志气,她不愿意被宁心小看了去 丫鬟并没带回来薛珍,她扶身对庆林长公主回禀 县主说她不愿意做没骨头的人,她说这事儿您别操心了 听到这话,庆林长公主瘫软在床榻上 啊,糊涂,糊涂啊,我怎么养出这么个糊涂虫 痴气能当饭吃,一具痴气,损失一百万两 哎呀,薛珍 长公主府用十里红妆,将薛珍嫁去王家 当时献上了京城众多薰贵,此时薛珍贩卖的嫁妆一样让人眼馋 打算出手的薰贵很多,当然,敢买薛珍嫁妆的人全是顶级名门 可是此时,京城传出了一则消息 长乐公主看上了薛珍的嫁妆 跃跃欲试的贵胄们没了动静,谁又争得过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让人给薛珍传话 京城感同你做妈妈的人,只有本公主 本公主说这些东西只值一百万两 薛珍气得蹭的一下站起身来 长乐公主太欺负人了 明明可以卖到一百三十万 这我都亏本了 长乐公主说了,就值这个价 您不同意,东西再好也只能烂在手中 宫女笑颖赢道 莫非县主想把东西白送给宁小姐 您想要稚气,那在银钱上就难免吃点亏 好处哪能全让您占了 薛珍咬着嘴唇想了半声,她咬牙道 好,我要银票 宫女从袖口掏出一百万两的银票 递给了薛珍 您看看,数目对不对 看着银票上的字,薛珍压了好半声 才将嗓子中的心弦压下去 成乐公主说了 宁小姐要嫁人,她没什么好送的 便送她一份买便宜嫁妆的机会 宫女加了一把火 按照宁心交给她的说辞 您也别上火 您手中的银票也都是真金白银 出这份银子的,是宁小姐的姑祖母 那位太夫人,这饭愁从哪里给宁小姐置办嫁妆 可巧了,您犯了难处 一百万的银票解决了你们两家的难处 这可是一笔好生意 你 薛珍扶着桌子,银票赐目 上面的银两数字似在嘲讽她一般 宁家有钱,宁心她要什么嫁妆 呦,您说错了 宁家有钱也不能宽容欠钱不还的人呢 宫女指挥着人搬起了嫁妆 宁小姐还说 宁家就是将银子扔到水里听响 也是宁家的事 况且这笔银子是宁老太太出的 是宁老太太官案晚辈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薛珍用血的教训来证明这句话是真理 在东西被搬走后 薛珍的身体晃了晃 真干净 空荡荡的屋子太干净了 县主 薛珍一口血喷洒而出 鲜血落在了地砖上如同点点绽放的寒霉 薛珍的身体向后倒去 奶娘丫头上前搀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 奶娘含泪道 县主想开一点 想开一点啊 此时 奶娘也不敢再用变卖嫁妆的事情 刺激薛珍了 真假 奶娘手忙脚乱地扶着薛珍的胸口 见薛珍迷茫恍若死寂一般的状态 咱不能白吃着亏 真姐多想想往后 您总能找回来的 会给宁心那个小人教训 虽然奶娘也不看好薛珍强过宁心 但这样的话她必须得说 薛珍无神的目光闪过利色 她抓紧奶娘的手臂残留着血迹的脸庞 略显得猙獰 宁心上辈子夺走了她的一切 夺走了她的荣耀 财富 丈夫 而这一辈子 我要报仇 我不能输 输给谁 也不能输给她 你去请相公来 薛珍推了推奶娘 事业丫鬟将她搀扶到床榻上 催促道 快去 老奴这就去 不过姑爷来了 怕也是 奶娘真心不看好王继郁 姑爷除了在县主面前卖能风情之外 为县主又做过什么 这口气 我忍下了 可也不能白白让宁心占便宜 奶娘 我只能同你说一句 相公 才是关键 好好 先煮莫急 老奴这就去请姑爷 奶娘快步走出门去 薛珍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 倒在床榻上 食指扣紧床榻上的被褥 这一次 辛仇旧恨加起来 薛珍一定要让宁心死无葬身之地 王继郁此时正在养病的楚氏床前静着笑 楚氏头上包着帕子 病态十足地躺着 汪氏小心翼翼地捧着汤丸 亲自侍奉楚氏汤药 床旁 白娘垂头站立着 楚氏虽然是病了 但是威严不改 儿媳 白娘 孙子 孙女都得试急 哎哟 月儿啊 外面是怎么个状况 楚氏 是好业 胆让外人怎么看我们王家呀 说到此处 楚氏的眼眶潮湿 病态的脸庞恢复了几分的神采 他垂胸顿足般的乌业 我怎么态得住王家的祖宗啊 世袭寻规 一门双绝的王家 竟然被逼到孙行卖家装 这玉儿还要为官的 孩子 也将来会被人议论 哎哟 不行 我不能让我的鱼儿 背着无能的罪名 楚氏慈爱地凝视着王继玉 他掀开被子准备下床去 汪氏和王继玉连忙阻拦 哎哟 祖母病还没好利索 您是做肾 孙儿愿意为祖母带牢 您带好生养病啊 事到如今 我想舔着老脸 去见见新丫头 月儿啊 我疼你最深 对你的寄往也最深 为了你 还有什么舍不下的 哎哟 这个新丫头的心肠 也是个软的 毕竟我养了她这么多年 总不会一点情面都不讲吧 汪氏在一旁冷笑 白娘抬了抬眼瞼 明知道薛真卖了嫁妆 这时候做好人了 楚氏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白娘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带她过来 只求她能看明白人心 像王家这样外表光鲜 内在龌龊的家族 身为女子是绝对不能嫁的 这里吃人 害人 各种阴私的毒计 让人防不胜防 娘子闲笑 祖母 娘子并非为王家还债 卖嫁妆 您按心养病 外面的事交给孙儿 王继玉越是安抚楚氏 这楚氏越是来劲 嚷嚷着亲自要同宁心说话 别看楚氏病了 可力气还是挺大的 王继玉忙活半生 又是劝又是跪的 总算是让楚氏消停下来 玉儿 王家全都靠你了 泪眼婆娑的楚氏 不舍得拽着王继玉 你老子不是个争气的 你二叔一家又没良心 宁可在外过清闲日子 都不说奉养我 我眼下不指望他们 玉儿啊 你是我心格上的肉一样养大的 我心心念念的全是你 玉儿先种戒缘 算是广宗药族了 若是秋为能再种个状元 我也能闭上眼了 楚氏话音刚落 门口传来了赵夕甜美的声音 外祖母 二表哥必会高中的 堂堂京城谢缘 秋为应试 还拿不下状元吗 从屏风后转过来 一位手捧着汤婉 笑意盈盈的美人 一袭酱紫色衣裙 腰缠汗金 头插朱钗 肌肤白皙晒雪 双眸如同秋水一般 妩媚动人 她脸部轻盈 带起一阵阵的幽想 外祖母尝尝孙女熬的人参周如何 赵夕款款而来 既有少女的柔美 又带有几分少妇的风云 眉眼如丝 勾得王继玉 不由得心中火起 楚氏皱了皱眉 仔细看看赵夕的眉间 似湿了圆雪 行动间也有几分妇人的坐牌 身段也比以往风盈 胸脯高高地挺着 这是失了处子身呢 但见王继玉难耐的样子 楚氏压下了玉出口的话 她不愿在此时 触了孙子的眉头 王继玉既是能让薛真 心甘情愿地拿出嫁妆 自然也会想办法 让赵夕入门 一旦赵夕无法进门 楚氏有的是办法 让赵夕悄无声息地消失 王继玉一本正经 可她眼角的余光 一直瞄着赵夕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赵夕放荡火热的身子 偷情的快感 着实让王继玉着迷 尤其是赵夕 愿意向青楼妓女一般侍奉 王继玉更觉得赵夕难得 二表哥不为祖母喝粥吗 赵夕走到王继玉的面前 双手奉上了一碗粥 妩媚的眉眼一瞟 二表哥 王继玉觉得骨头都酥了 当着长辈的面调情 实在是太兴奋了 他板着脸 面无表情地接过周晚 谁也不知赵夕在他手中滑了一下 王继玉暗自打了个机灵 好在没有出丑 这个小妖精 等会儿再整治你 赵夕的眸光更为原媚 姑爷 县主有请 奶娘进门时 赵夕向旁边一闪身 站在了白娘的身边 她脸去妖娆 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做派 楚世见薛真的陪嫁奶娘 气色不好 也知道王家此事做得不地道 一旦薛真发火 王家非得鸡飞蛋打不可 哦 月儿 快去看看我的孙行 这次全靠孙行居中安排 我疼你 可也疼孙行 月儿若是不好好对待孙行 仔细你的皮 孙儿知晓 孙儿断不会做对不住娘子的事 王继玉向楚世公身别过 转身对薛真的奶娘道 娘子 为何让我过去 读书人的淡然清冷 对美色的无视 被王继玉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是奶娘早就看穿了她 怕也会认为 王继玉是正人君子 奶娘有心嘲讽 王家这群不要脸的人 可是她看得再透又有什么用呢 县主一心想做贤妻拴住王继玉 回姑爷 县主卖了全部嫁妆 您可知晓是谁卖去的 此时 屋子里的男男女女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都是看过薛真嫁妆的人 自是知晓那副嫁妆是怎样的丰厚了得 任谁看着都眼热 银枪而已 不值一提 王继玉一甩衣袖 身姿挺拔 目若朗星 银子 腐臭也 不如一本圣贤书 奶娘正了正 看了看清高的王继玉好伴赏 腐臭之物 人人都想要 哪怕是清贵传家的宁标小姐 不是常乐公主吗 汪氏喃喃问道 怎么同新丫头有关 奶娘怅然道 宁标小姐算无遗漏 用一百万两银子 买去了价值一百三十万的田产财物 其中的生意店铺还在不断升值 她同常乐公主交好 谁人不知 京城权贵 再眼热 也不敢同常乐公主抢着便宜 她 她哪来的银子 楚氏咬牙切齿地问道 不仅仅薛真窝火 王家上上下下没有不嫉妒的 就算是白衣娘 也觉得宁心这便宜 占得太大了 薛真的嫁妆中 可有好些银子 也买不到的好东西啊 以宁老太太的名义买当 唉 姑爷请吧 您也该知晓宁表小姐的为人了 常乐公主派来交易的宫女 可没少气招容县主 县主在她走后就呕血了 县主比太夫人更需要姑爷 也许多了 也许多了